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 那些狗店可以的嗎 他媽我也要我他媽跟你點事 他媽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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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聽到那個小女孩跟那個老人吵了過後 然後我先下去 然後那個小女孩跟爸媽下來過後 老人的態度還是很好的 可是小女孩的父母態度就不是很好 那個小女孩是有16歲 就是那個老人家是有兩個孫子 二樓下往 小孩子嘛 就有一些會去鬥一下狗啊 或者幹嘛 可能那個狗叫的很兇 然後可能小孩子會比較怕嘛 然後就因為這個事情 然後老人就說讓那個小女孩 簽神 是後面那小女孩哭了我們下去的 然後那老人就一直說 你遛狗不簽神 你叫你父母下來 我不跟你說 我跟你說不起 老人就很客氣的跟他爸媽說說 遛狗不簽神 然後嚇到小孩子了 怎麼怎麼的 然後那個小女孩的爸爸就說 咬到了嗎 咬到我賠你錢 幹什麼幹什麼 反正語氣就很不好 他說咬到了我就賠你錢 幹嘛幹嘛 然後就罵老人家 然後就把老人家推倒在地上 他們就推那個老人 後面那個老人跟他罵起來 然後老人就要報警 報警後面還在那裡推 後面那個遛狗的那個小女孩 他爸爸就直接刪了老人一把 主要就是那個小女孩的媽媽 在跟那個老人家的媳婦 在打 然後小女孩又上去 然後又跟那個老人的女兒 是讓他們不要打槍拉開 然後那個小女孩衝上去 就把那個老人家的女兒 拉架的那個人又打 最後是老人的兒子 打完了過後 最後老人的兒子又回來了 老人的兒子回來了以後 然後跟那個遛狗家的 爸爸差點又打起來 然後我們大家都拉著 是一棟的小女孩遛狗 人應該是沒牽繩 然後也沒有咬到人 牽繩遛狗養狗都就是 你不能阻止別人 那個什麼不養狗啊 但是你遛狗一定要牽繩啊 還有哪些區域應該遛狗 哪些區域不能遛狗 這個都有當時告示的